那自从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某某等人设轮件案爆出以后啊 随着各方消息不断渗出 案件的大致脉络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版本 昨天有知情人士就接着透露出此案中更多的内情 称李某某为轮件案中的第一个施暴者 那么当天同行施暴其他几名犯罪嫌人的身份也接连曝光 在相关的报道刚刚建筑报端的时候呢 事案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蓝河就在今天中午速度现身辟谣来了 指责所谓的知情人的消息并未经过核实 所以这起广受关注的案件又一波扑朔迷离起来了 自从2013年的2月李某某等5人被刑事拘留以来 已经整整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就在外界对案件审理进程摸不着头绪的时候 在7月29号一个名叫解密哥的网友 微博发布了当天晚上发生的细节 报料中显示李某某一行人殴打 并把被害人杨某拖至房间进行施暴 并且指出李某某是第一个施暴的人 那么在轮件案件中第一个施暴意味着什么 是否就是可能成为案件的主犯 我们的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 那么除了李某某一行人中的其他四位成员又是谁呢 据知情人士向《京华时报》提供的消息称 这起案件中只有一名成年人姓王 北京东城屈人 今年23岁 局报料人透露王某的父母是下岗工人 家境一般 几年前王某在某宾馆做行李员时 帮助李某某开房偶然认识了李某某 此后两人成为了朋友 趁下的三人中 1995年出生的魏某和1996年出生的张某 都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年刀中 除去上述四人外 五人中年龄最小的魏某某年仅15岁 还在念初三 由于涉嫌轮件的五名当事人四人都未成年 因而案件本身格外引人关注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案件进入庭审阶段后提出 案件受害人杨某是酒吧的陪酒女 五人当天与杨某涉嫌谴测交易 轮件罪名并不成立 不过这一说法当即被原告辩护律师予以否认 杨某女士确实不是所谓的陪酒女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是一家在北京某家公司的一个资源 就是类似咱们通常说的白领 随着所谓的报告人信息曝光 被告人之一 李某某的辩护律师蓝和坐不住了 8月6号上午11点 蓝和发短信回复媒体称 日前曝光出来的犯罪嫌疑人信息未经核实 令人生疑的是 蓝和本人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证明已经曝光的信息造假 不过围绕案件本身的舆论风波 却一直没有停歇 李某某的母亲孟哥 曾经要求公开审理该案 被法院驳回 之后李某某代理律师蓝和又爆料称 自己遭受死亡威胁 一切都暗示着舆论的倾向 对李某某等误人不利 娱乐新年地综合报道